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週評論 最近看一齣電影《鬼域》 由彭氏兄弟執到李心潔主演 一聽名字就知道這齣鬼片 很恐怖 嚇人等等 但細心看完之後 再想一想 發現電影中有一個很有趣的主題 這主題是很少港產片 很少西片會去探討提及的 就是關於遺棄這件事 先講一個故事簡介 李心潔是一個作家 他原本寫愛情小說 後來轉寫靈異小說 在寫靈異小說中途時 他就沒有靈感 後來在家裡出現了一些怪事 甚至他去了另一個空間 去到那個空間發現 很多東西都似曾相識 他遇到一些人 甚至乎是他爺爺 但他忘記了 也有一些被遺棄的東西 在那裡出現了 有些是他同時的玩具 甚至乎一些是他創作出來 但被遺棄的小說角色 而有一個小孩在電影中途出現了 幫助他從鬼域回到人間 在故事的尾段發現了 原來那個小孩是他八年前 墮胎落下的女兒 其實這部電影貫穿了一部電影 也發現了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就是探討關於遺棄的問題 而當中發現最嚴重 或者最重要的一個遺棄 就是可以說是墮胎 墮胎很多時候都被視之為遺棄 其實在電影中 你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導演試墮胎 並不是一種乾手正腳的解決方法 例如墮胎 在電影中用了一個很象徵式的手法 就是說被落的生命 被落的胎兒 會在另外一個空間裡繼續成長 就是說其實是不會斷尾的 但是在現實中是怎樣 很多時候墮胎一樣會對心理有些影響 例如對伴侶不信任 對人不信任 會發惡夢 或者甚至抗拒性行為 抗拒生育等等 亦都會不斷回憶墮胎手食的過程 其實這些都對墮胎婦女 是造成很大的困擾或影響 另外亦都會對身體有些負作用 甚至乎手食中間也有些危險 甚至乎會引致婦女不可以再生育 有些女生有一個很錯誤的想法 就是誤信一個傳言 就是以為女生有五次墮胎的過程 但其實不是的 即使每一次墮胎 其實都會有很高的風險 甚至乎會失去自己的生命 但導演在電影中 就用了一種革人像精式的手法 去表達墮胎不是乾手淨腳的 另外一件事 我相信他想表達一個訊息 就是胎兒落胎落仔的時候 其實胎的確是另一個人的生命 其實他剛才都說了 他在另一個空間繼續成長 其實我們現實裏面 有很多的報告都指出 每一個胎兒在八至十個星期的時候 其實已經具備了大部份的器官 也都會有痛的感覺 所以落胎 墮胎的時候 寶寶其實不是說沒有知覺的 我們不可以完全當作 身體的某一個部分 像是前蠻腸就算了 其實在現實裏面 墮胎很多時候 會視之為是一種解決的方法 但其實我們的的確確 是剝奪了另一個人的生存權利 有兩個情況較為 多一些人去接手 其中一個就是陰間成癮 另一個就是 如果一個胎兒繼續去成長 就會影響到媽媽的健康和安全 所以這兩個說法都較為多人接受 但是的的確確 墮胎其實是剝奪了另一個人的生命 所以這個議題 其實都十分值得我們去證視 其實看回這套戲 他講回墮胎 其實並不是一個真真正正解決的方法 因為後來李森記者其實他都後悔 是想叫女兒一起回人間 但女兒也有少少晦氣的態度 跟她說 如果你是要我 你八年前已經可以要我了 你不用見到我現在 跟我經歷了一段日子 現在才不捨得我 才要我 其實那裡也有少少暗示 李森杰當年做墮胎的決定 其實他八年之後後悔了 其實看回現在我們的教育 很多時候或者性教育 都是很強調的就是安全性教育 或者教育很強調就是避孕 特別是當我們看到很多少女懷孕 以外懷孕的情況在社會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這是最快的解決方法 但當我們細心思考的時候 這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因為其實每一次性行為 其實都有懷孕的機會 而每一種避孕方法 是百分百保證一定成功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治本的話 其實我們要更加推行一種性教育 就是令到學生 他們更加明白到生命的寶貴 每一次性行為都會有懷孕的機會 而性行為的目的 亦都不單單只是去尋找身體的歡樂 而製造另一個生命出來 亦都是性行為本身的一種功能 當我們過分強調說 避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安心去享受性行為 帶來的歡樂 其實是有些失行的情況會出現的 所以如果我們去推行性教育的時候 生命教育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環